兄弟们,国产电车的神奇测试又来了 就是前段时间做电池泡水测试 结果只是泡了一个轮胎的那个品牌 他们又把观众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了 他们这次做了个火烧测试 有点道理,但是不多 国标要求电池包在1000度的火焰里 持续70秒的直接火烧 60秒的间接火烧 电池包要确保在外部起火时的70秒内不发生爆炸 给车内人员留下足够的逃生时间 你车开这么快,总共就烧了不到10秒吧 这招我见过,只要我足够快,火就烧不上我 要不然把车停上去烧70秒呢 隔壁被我吐槽的那个品牌也是做了个类似的挑战 不过这火也太小了吧,做烧机都不够吧 但是开的慢一点也没有70秒啊 能不能不要把观众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了 要不然你们学一下特斯拉 多烧一会儿看看电尾门能不能打开 电池会不会爆炸起火 车机能不能用 拜拜